變化是人生的崗位 擦亮鏡子 看清自己 品味人生 閱讀能讓你充實 知識能幫你謀生 只有智慧能圓滿你的人生 週末練金術 歡迎回到週末練金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本書叫 羅志成詩集 黑色香精 我們請到的是作者本人 羅志成大概喜歡詩人 都對他很熟悉了 不必多加介紹 要介紹的話 他後面的resume 你去翻一下是成篇累讀 非常長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請羅某 你自己介紹一下 你自己好了 我當然也很難介紹 但基本上就是各種角色裡頭 大概我扮演的最長的一個角色之一 大概就是詩的創作者 當然其實我大部分的工作 其實都是跟傳播媒體有關 但是不管怎麼講 文字創作還是我最喜歡 而且讓我創作了好幾十年 還真的是非常熱愛的一個活動 好 你這本書黑色香精 談的是 你要不要把這本書 他是把過去很多你的作品中間抽取一些 匯集而成的嗎 是不是 也不完全是 但他就基本上就是 有點介意像是美感經驗跟思想片段的 一個語錄一樣的一個詩集的形式 對 是今年才出版 事實上是他等於是再版了 他其實是一個 我在更早的時候的一個作品 但是這次用一個 等於是用一個新的版本 然後重新再出版 這本書我們不懂詩的人看過去 也覺得非常的有趣 但是用有趣兩個字就是 因為表示自己不太懂 所以用這個字來形容的話 恐怕是比較恰當 他是現代詩 那我們是不是今天難得請到詩人到現場 你要不要談談 什麼是現代詩 先跟大家界定一下 然後怎麼樣去界定一首詩的好壞 對的確這個是有點難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 就是當我們談到詩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它就代表了兩個意涵 一個就是我們想到詩這個字眼的時候 它帶給我們的所謂的一種美感經驗 或一種感動的一種 就是一個元素 另外一個當然就指的是 它是一個做一個文學的一個形式 但它最大的麻煩在那 就是因為詩它的歷史太悠久了 可能三四千年前就開始有詩這樣一個文學形式 所以不可能說在這三四千年裡頭 這詩的定義或者形式沒有改變 這就為什麼我們談到詩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含混的跟陌生的感覺 因為當我們講到詩的時候 你講的到底是我們在古代的時候 對詩的印象呢 還是現代對詩的印象 那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在最早期最早期的時候 其實詩是很容易被辨認的 就它只要是有節奏感的一種韻文的形式 那因為它很便宜所謂的寄送 因為它是非常古老的文體 那在更早之前沒有文字的時候 其實文就有歌謠 那歌謠的存在就是為了好記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早的詩的形式跟好記有關 這就是我自己發明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詩因為它的形式受到限制 所以就有一種所謂的文字工學的這種效應出來 就是說你的字數有限的時候 你就得被迫在有限的字數發揮它最大的表達能力 所以它就越來越精煉精緻精緻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一首五元律師或五元絕句 它只有二十個字 那你一行裡頭只有五個字 那五個字裡頭 例如說叫說春天你就去掉兩個字 你就只剩三個字可以表達 那如果你講到例如說是廣播電台四個字 你就只剩一個字可以表達 所以每一個字你就得花費它最大的想像力 跟字的那個意義 所以它就變成加倍的精煉精煉精煉 所以就形成了我們現在對詩的一個感覺 就覺得詩就是跟精煉 然後跟那種精緻華麗有關係 因為它得在有限的字數裡表達最大的功能 但到現在的話呢 這些東西都被打破了 所以現在像現代詩它等於一個現代進行式一樣 是一個繼續等於是擺脫了過去的形式 但還在繼續摸索的一個東西 但不管怎麼講 我們大概還是可以從幾個蛛絲馬跡看出 哪些東西是詩的元素 第一個當然是節奏感 因為我們非常需要節奏感 過去我們是用押韵來表達節奏感 但現在的話我們可以透過押韵 我們還是用分行 然後透過附它就重複 就各種的控制節奏的這種語言的元素 我們都繼續使用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它是跟詩有關的 另外一個就是對文字 因為詩的創作呢有一種特權 我們叫做詩人破格 就是說當你為了詩 或者表達的效率的時候 你可以去違背文法上的使用 你可以違背大家習慣上的一些表達方式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文字或者書寫的方式呢 好像跟平常的表達方式不太一樣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看起來很像詩 那這也就為什麼其實在網路世代的年輕人 他們對詩是比以前的更有感覺的 因為他們必須在有限的句子裡頭 或者在有限的耐心裡頭 你就得快速的表達自己的風格 所以這個年輕人搞不好是現在 開始越來越會欣賞你的詩了 因為這個路數相同 路數相同 我如果看看其實現在流行音樂的歌詞 大概都是受詩影響很大 雖然我們從小到大考國文 背了也不少古代的詩了 也接觸一些現代詩 但是這都不符羅某所謂懂詩的標準 所以他一開始就把我們定位成不懂詩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好好得到機會 來教導我們一下怎麼懂詩 那怎麼界定詩的好壞 你剛剛已經提到 就是從你剛剛講的那幾個標準中去看 其實他那個只算是算界定詩的形式 就是好壞就更難講 其實真的講的話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多元的價值的一個時代 其實我們根本不用去關心就是詩的好壞的問題 因為其實一所詩感動了你 他就是好詩 那當然有些時候我們會在想 就是說 就當你要參加比賽 或者有所謂的評審 像我做評審超過好幾百次的 那我們可能會有些標準 那這種東西我們會把它稱之為就是一種 書寫主流者的一個態度 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有些作品如果你在文學創作上 跟所謂的書寫的主流有對話 就是他所關心的事情 他所使用的技巧 或者他所就現在在就比較常用的詞彙等等的 那你在治理行間有發現到這些元素 你就想到這個創作者 他跟所謂的書寫的主流 是有一個對話的關係的 那他會讓我們就更放心說 表示你是你的東西的可信度更高 那有些人的創作 如果說是可能閉門造居比較久一點點 那我們就覺得比較就是可能不是那麼放心 但是其實這都不要緊 除非說你真的是為了要參加所謂的文學獎 但事實上一首詩寫出來你自己喜歡 它的最根本的目的就達到了 所以我們其實好不容易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一個領域是我們並不需要取悅別人 只要取悅自己的就是文學創作 那從讀者的觀念來講就是 哪一首詩能夠引起你的共鳴 有不同的想像跟感觸就是好事 對對對是這樣子的 所以在那個像我們平常看的話 有些人他還是很喜歡 例如說比較早年的 五四時期的那些詩的表達方式 那現在看五四時期 你現在也都快一百年了 所以就是說 就是每一個人對詩的想像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在文學裡以後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想像詩是什麼樣子 你就去喜歡它 根本不用為了取悅別人的去喜歡它 我看這本裡面是收錄一百首現在是嗎 對 然後我昨天晚上把它翻了一下 然後這個裡面有一些真的是會打動 每個人被打動的地點不一樣 心頭的哪一塊肉是最軟的 是不同的 對 不過注意到你這裡面還是有不少的情詩在內 這好像你這個一路走來 情詩始終是佔著很重要的這個作品中的一個分量 這個東西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 詩其實從某種本質上來講 所有的詩都可以算是情詩 那當然就是有比較狹義的情詩我們會講 就是可能是跟男女比較有關 那其實不管怎麼講的 我的確蠻喜歡詩裡頭用這種情詩的這種形式來表達東西 因為情詩通常代表就是你的訴說的對象 跟你的關係比較親密一點點 那你跟他的互動比較緊密一點點 所以用情詩形式會讓你覺得更可以 呃說出提己的貼心的話的感覺 那當用這種形式的時候 其實你不見得是談情疏愛 而是說包括談論思想 談論哲學 談論觀察 但是你只要用這個形式的時候 他都會讓人家更加的關注他 所以我就蠻喜歡這種 我有時候戲稱他是一種 像唐一一樣的一種修持學 就是我們用情詩討論深奧的事情可不可以 我們用情詩的形式來偷偷批判一些事情可不可以 其實都會比一般的直白的表達方式更有效果 你聽起來是非常言之有理 不過仔細看裡面還是關於你所講的 這種男女之間的情詩跟一般世人比起來 還是還是有相當的比例 這跟個人生活經驗有沒有關係 這個當然就是主持人這樣的話 當然是有點誘導性了 但是我在想的是說 他其實跟那個就是我對文字的想像 比較有關係 因為就是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情詩裡頭我們會用告白題 那告白題裡頭就是會用到你 我 其實當我們用到你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他會把讀者五行之間拉近 也就是當你講話的時候 每個讀者都覺得你好像專門是對他在講話 那這個感覺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個的確就是說 其實因為人是情感的動物 其實我們不要刻意的去分情感的對象的話 其實某種善意都會讓你對一件事情 有更想去了解的動力 就是說 所以你對一個事情 對一個對象有感情的時候 你都更願意去理解他 更願意去諒解他這個樣子 對 不過你的詩 我們雖然看的別人的詩看的不多 但總覺得你的詩中是比較浪漫一點 這樣講是好 對 這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那為什麼看詩的人不多 但詩對於整個碩文化來講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實應該這樣講 其實在那個傳統的詩裡頭 其實看詩人是很多的 我們每一個人大概都是背誦古詩唐詩長大的 那當我們講說看詩人不多 當然是指說現代詩 那現代詩我覺得當然多多少少 跟其實教育的環境有點關係 因為中國是一個詩的民族 其實我們要背誦古詩跟欣賞古詩 就已經用掉我們所有的空間了 因為最近我們才跟朋友在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談 哇其實古典詩詩實在太美了 然後我甚至試圖一列就列了超過一百首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古典詩詩 那真的是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是願意就沉浸在那種美感經驗裡頭 那現代詩相對來講 當然就是就像我剛才講 其實我雖然談到詩 可是沒有特別去提現代性的這個事情 因為現代詩 其實我們有時候指的是它跟所謂的現代主義有關係 現代主義其實是在19世紀末以後 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潮 並沒有一個東西叫現代主義 它只是代表說在那個社會大變遷 那價值斷裂的時代裡頭 每個創作者都努力的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來面對一個價值變遷的年代 那所以有各種的前衛的 充滿了實驗性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呢 就是跟過去的傳統的文的審美經驗是有距離的 所以它就讓所謂的現代主義的作品都變得比較難懂 那這類東西包括最早期的可能所謂的象征主義啊 可能是超現實主義啊 打打主義存在主義表現主義各種的這種東西 那它是的確是讓人家比較難懂的 那當然也就因為我們沒有足夠好的時間跟教育環境來幫助我們欣賞這些東西 所以看起來是知道人比較少 但是我們先不管這個原因 我想講的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學形式 所以它有一種象徵是 它有點像是一個就是我們在生態環境裡頭的營火蟲一樣 就是說如果這個社會它夠尊敬文化 它就會讓一些精緻的文學 或者是精緻的藝術形式呢 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那如果這個社會它不重視這個東西呢 那這些東西相對來講就會比較不受重視 所以你看台灣其實有所謂的一種很迷人的氛圍 就是所謂的文青精神 文青精神就是說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頭 其實也許我們不見得每個人都讀詩 但是我們都很尊敬 某種文字或者某種創作者 他的心境跟態度 那我在想說這東西就是說 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有一個象徵性的位置 好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繼續跟羅志誠 談他的《黑色香精》這本《現代詩》的詩集 歡迎回到《周末鏈金樹》 歡迎回到《周末鏈金樹》 我們今天談的是羅志誠的《黑色香精》 《周末鏈金樹》我們剛剛談到了 您談到的詩對於社會文化中佔有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您寫詩的心情是在什麼心情之下 你回顧一下你所有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 因為任何事情當它有傑作出現的時候 都是有一種特殊的情境 自己大概最了解 你可不可以談談你寫作的時候 這一種經歷心境 其實那個創作它是 大部分時候是非常就是難以去界定的 而且就是從年輕的時候寫作 跟年長的時候寫作差別很大 在年輕的時候我們表達的動力 超過我們想表達的內容 那長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發現就有點像是 人越來越牢叨一樣 你想表達的內容是越來越大 但是你對於創新形式的這個部分 就越來越沒有心情去整理了這個樣子 所以早年的時候我們會發覺 其實年輕創作者他會比較傾向 就是有一種比較浮誇的感覺 因為他想表達想引起注意 想自我表現的能量是很大的 強迫的意味是比較多嗎 強說仇的意味比較多 其實可以這樣講 但是其實強說仇不見得是個壞的事情 其實他就等於是 因為其實在我來講的話 就是創作在早年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等於是一個人 抵抗這個客觀環境的一種工具一樣 就是說沒有別人重視你 因為你就只是一個年輕人 那你怎麼辦 你只有透過閱讀 透過創作來重視自己 那所以就是在我自己創作的時候 其實每一種情境大概都有過了 那漸漸漸漸的像我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是有很多東西想講 但是有些東西想講 並不表示它適合用詩的形式 因為有很多時候其實你就直接講 你可以寫雜文 你可以寫散文小說都可以 但是只有一種時候很奇特 就是你想講的東西呢 你覺得它並不是想跟所有人講 那我就把它稱之為叫做深層溝通 其實詩它最大的特點 就它很適合就是 你渴望深層溝通的時候才需要用到詩 就是你渴望深層溝通的時候才需要用到文學 其實在大部分的一個人的一輩子裡 也許他不需要文學他也可以活得很好 不需要詩也可以活得很好 通常只是因為遇到有些時候 你想要深層溝通的時候 你有特別的感觸 你發現這種事情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耐心聽 或者不見得每個人都耐心去懂的時候 你才發現文學是有魅力出來的 那在深層溝通的時候我們就想要用詩 那然後詩呢 因為它有一種特殊的文字跟表達的一種形式 所以它有點害羞 我常講這詩是一個非常害羞的文學 就是說時間不對 形式不對 對象不對 它就是出不來 那漸漸漸我發現不只是詩這樣 其實文學作品也是這個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些人類或者我們的讀者 其實這年頭想要閱讀的心情是越來越少的 我把它稱之為就是我們現在的人都太浮躁了 我們沒有耐心 那我們的表達工具越來越多 我們的包括媒體 或者甚至我們包括我們的電訊設備 越來越強 可是我想去溝通的那種心境跟心理準備 卻越來越弱 但是如果你有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酵去透過詩 其實它是還是最有效的 因為它的方式就是要讓你就是先能沉澱下來 先進入到想讀詩的心情裡頭 那如果你沒有讀詩的心情的時候 其實詩看起來對你來講是 蕙色的陌生的 甚至肉麻的 但是如果你想有讀詩的心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 這個感覺怎麼這麼的切中我心 它是一個很奇特的這種閱讀方式 不管是創作也好或者讀詩也好 其實它都需要就是那種氣氛 跟那種心情的培養 OK 那每一首詩裡面大概都有一些 你自己想表達的一些 你講的深層的溝通 那每一個讀詩的人 是不是也都是在自己的世界 比較不被打搅的時候 才能夠跟你的世界裡面有胡同之處呢 你講這個就非常好 其實詩也就是 你也可以說它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它最大的缺點 怎麼講 因為就是文多曉其實 在所有的這個文 人類發明的媒體裡頭 最古老原始最粗糙的媒體 就是文字 因為四千年前就發明了它 比起影視視聽媒體來講 其實文字是充滿漏洞的 但是也就是因為它是充滿漏洞 它是一個 它事實上是一個符號 所以意思是什麼 當我們其實閱讀文字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在做一件很奇特的事 但我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都在做翻譯的工作 我們都要把那些文字翻譯成 我們可以理解的意義 跟我們的經驗 那詩就是用原始的文字裡頭 所表達的最原始的文學形式 所以它的空隙特別多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讀者 你要讀詩的時候 你必須自己參與的想像跟創作 特別多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有一個非常奇特的效果出來了 就是說 當那個文字 其實有些時候 它沒有涵蓋到的縫隙呢 事實上都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期待 跟想像把它填補進去的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當我們看到 就是讀金庸的武俠小說 它說到有一個 例如說照明它很漂亮 那在文字裡頭 每一個人都會用自己的想像中的 理想的漂亮去想像照明 但是如果在電影裡頭呢 照明出來的話 它就一定是一個演員來演它 它的漂亮只有那個形式的漂亮 所以視聽媒體它非常的有效 所以它也壟斷了你的想像 但是文字媒體它只是一個符號 事實上真正的翻譯 是你自己用你的想像在翻譯 所以你就反而會把它想的更棒 所以這是很迷人的事情 就在詩裡頭呢 就是讀者必須透過自己的想像 來翻譯文字的空間是最大的 所以呢也就是 就是容許你有自己更多的理想狀態 有容許自己更多的期待在裡頭 所以當我們看到詩的時候 詩的感動反而是特別大 為什麼其實有些時候 你是被別人的文字 觸動了你自己內心裡頭的那一塊 那這種溝通是幾乎是其他媒體很難做到的 好我們休息一下 帶我回來繼續談黑色香精 回到周末鏈金樹 我們今天談黑色香精 剛才羅莫你談到了就是 很像我們學傳播裡面講的熱媒體跟冷媒體 有些媒體是需要你有自己的想像空間 去填補 要很主動的來投入的 那如果用這個比喻來看的話 那在文字的世界裡面你有小說 你有散文 那照你的講法 詩就是一個最需要用自己想像空間去填補的 的一個表達方式 所以它跟其他文學作品還有什麼地方不同 其實 對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總覺得就是好像讀別的文學作品 大概比較沒有那種所謂的障礙 或者覺得門檻比較低一點點 那讀詩的話當然好像感覺門檻高一點點 這當然是有些它的歷史上的原因 但是我們簡單來講就是第一個當然不同 就是語法上的不同 就是我們基本上我們的大概所使用的語法 有所謂的散文式的語法跟詩的語法 散文的語法基本上是我們稱之為叫線性式的思考 你可以發覺在散文裡頭跟詩最大的差別 是散文裡頭我們需要透過介系詞或介詞 來把整個句子一個句子一個句子連串起來 它像是一個路的指標一樣 我們因為所以但是然而總而言之 它就像是每一個閱讀的路標一樣 我們透過這些就是介系詞連接詞 可以把整個的就是意義串連起來 那詩在早期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運文的形式 它有字數的限制 所以它的形式其實更像是一種所謂的對障式 或者是一種就是我們把它稱之為 就像是一種並制的方式 我舉個例子這樣 朱門九肉臭 路有洞絲骨 是因為朱門九肉臭所以路有洞絲骨 還是朱門九肉臭但是路有洞絲骨 你可以發現就這兩句話並制在一起 它中間的意義是透過讀者自己來串的 所以有一次人家覺得有點像電影裡頭的說 有種蒙太奇的效果 就當兩個並制的畫面 或兩個並制的句子出來的時候 其實讀者會根據他自己的這個慣性跟本能 很快的去把它創造出意義出來 所以詩有時候在語法上 你可以發現它是比較 不是依賴所謂的介系詞 把那種就是前因後果 點到那麼清楚的 那它有一種並制的一種語言 它就比較沒有所謂的先後順序 或者是邏輯順序 而有的是一種就是他所創造出來的意象 或者圖像重疊出來的那種氛圍跟那種感受 是不是詩是你在創作的時候 對我們不是作者的人來講 那段時間是不是也是你自己世界裡 你最主觀的時候 你自己是不是也就像一個王國裡面的 最高位置的人 你可以肢意的去批判 就算美 這個其實不只是詩這個樣子 我們看就所有的文學藝術表達形式 都可以做到這點 因為就作為一個書寫者 他就擁有了一個書寫者的一個位置 那在詩裡頭比較明顯是因為 詩我們會傾向更重視主觀的表達 是 那他可以更蠻恨一點點 但是因為他也是如此的 就是我最快意能夠 甚至是可以說是最快意的 那別的文學藝術形式也都可以有主觀的位置 那在那裡頭反正你就是一個主體 你是一個描述的主體 批判的主體 那詩裡頭也是這樣 那詩當最大的特點是在於就是說 他本來就是為了表達主觀的出來 詩言志 對 力量搞不好也是最強的 對 因為你講多了反而是沒有好 是太直白的 完全是這樣的 對 所以他就是 就是用累積了很多的力氣跟 就是感受 但卻只蹦出一句話 所以有些時候我甚至都覺得 其實如果我們 把詩想像成一個什麼東西最接近 我常常覺得他最接近 可能是講笑話的過程 為什麼講笑話的過程 因為這兩個東西他需要的 並不是一句話或一首詩來跟你描述解釋事情 是讓那句話出來 他只點燃了讀者跟作者的共同的共鳴而已 所以他笑話被解釋了以後笑話就不好笑了 詩被過度解釋以後 詩的那種震撼力也就消失掉了 我讀了這個羅某這本書裡面的 他當然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的詩是很容易打動人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首詩 最能表達我認識的羅某 這我不知道對不對 作者在 我要朗讀這首詩 我也不是很會朗讀人的 我把它唸出來 我不能容忍他對知識那種傲慢的態度 那好像輕舞了我暗戀許久的女主人 尤其他也正如知識一樣 深奧美觀 但對任意粗糙的靈魂沒有絲毫抗辨能力 對啊 其實這就我剛才講 你說他裡頭其實也帶著一點點的情思的感覺 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也可以感到他的主要的訊息 並不是暗戀女主人 但是你用這個女主人來戴 這就是羅某 對 女主人來透過女主人的metaphor來 對就是女主人對女主人的暗戀 跟對知識的喜愛是 我把它擺在一個相同的位置 那他們的確都有共同點 就是一個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可以發覺 在這個一個所謂的 黃中毀去瓦府聯名的時代 很多事情是講不清楚的 你一個精緻的表達 精緻的考慮 往往就是他的雄辨的能力 比不上一個粗糙的表達 或者一個就是一個比較明粹的一種一種反應 那我覺得就是這也是我的一個感慨 所以我就用一個比較細緻的 需要就是深思熟慮的一個知識呢 就像是一個細膩的 但是卻沒有爭辯能力的一個女主人一樣 他們兩個都是珍貴但是都是脆弱的 另外一個我也覺得很像是我認識的羅某 為了疏離不適當的聆聽者 我們選擇了這些複雜的儀式 詩創作 不成篇章的異教教義 充滿陷阱的真話與謊言 我們疏離他們 為了取悅自以為是於聆聽的他們 像不像你了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混雜的就是 其實就是這也是詩的 書寫跟閱讀的場合 一個很迷人的時候就是說 其實就在我們生活裡頭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的心情是矛盾的 是矛盾的 那我們對於我們喜歡的人或重視的人 其實我們的心情跟態度也是矛盾的 那詩是一個非常適合反省的一種文學形式 因為你必須透過反省 才能製造自己的靈魂的更多的底细 在平常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是為了社交 為了一種比較表面上的傳達 我們就去講話了 可是在詩裡頭的話 我們不但要反省自己的有理 也要反省自己的無理 那我不但要反省讀者跟我們的正面關係 也要反省讀者跟我們的負面關係 對 那詩他的迷人就在於 就是說這些 沒辦法用一句簡單的話 講清楚的時候 我們怎樣把它點出來 又保留了他該有的那種矛盾的特質 這也就是人性的底層 其實最迷人的矛盾的特質 好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歡迎回到週末練金術 我們今天請羅志誠來談他的詩 剛剛練了兩首他的詩 都是我看起來蠻熟悉的羅志誠 還有一首 其實還有兩首 另外一首他一定不肯回答就是了 一首是 懷著對讀者悲觀與疑慮 我正比書寫 似乎一邊提防讀者 一邊極力表達 是我特殊兼具的生活方式 這個提防 兼具 極力 這個都好像到處我認識的羅志誠 是的 這等於就是等於是我們可以 就繼續剛才的那感受 我說過就是 詩他真的就是一個很害羞的文學形式 害羞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求的那種就是被讀到的時刻 被讀到的對象 跟對象的心情是密切關係的 只要一個場合不對了 對象不對了 心情不對了 詩的很迷人的地方就出不來 那反而會看出他的笨拙 不合時宜很尷尬的狀況 就像我在日常生活裡頭一樣 如果在一個就是一個很熱鬧社交場合 你說談到詩這件事情 大家會覺得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在一些特有的讀處的時候 閱讀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不一樣了 所以呢我們常就做一個詩創作者 其實我們常是透過文字的那種語法 就是在挑選我們的讀者一樣 就是一個讀者他對你的語法沒有耐性 他就自然就不會進來了 但是他只要願意就讀到這一層 讀到這個句子 而且會有感覺的 通常他就是代表是對的讀者了 所以的確其實因為我們都曉得 詩因為他是一個深層溝通 深層溝通的意思就是 我們想談一些更提及的事情 更平常不會去表達的事情 但是文學又是一種非常公開的發表儀式 所以大家可以發表這兩件事情是衝突的 我們又想講一件很誠懇的真情的告白 但是卻面對的是一個沒有被選擇過的 一個閱讀的環境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書寫 就是他可以碰到該碰到的人 又可以回避掉不打算被你感動的人 這就是常常我們在做一個文學的創作者 其實他的一個很普遍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情形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就透過詩的 就是我們也做別的文學的形式的創作 但在詩裡頭他最迷人就是他可以 就是非常妥善的來處理這種矛盾的這種心境 OK下面一個呢 我不會愚蠢的就問你 好 但是我也想聽到另一個答案 詩是畫了一顆星號就代表X的意思 X是我練史中的獨行俠 從不哭 不示弱 也不相信我的承諾 當然我不會愚蠢就問你是誰了 但是我想知道說這個人是我 名字我是聽過的嗎 當然不會是你聽過的吧 其實他就是有點就是這也是 詩的會引起共鳴部分 他其實是假借一種所謂的書像 來表達的共像 也就是他是看起來像是 談個人的情感的經驗 但他想創造出來的共鳴 是屬於普遍的就是情感的經驗 也就是說在也許是在兩性的互動裡頭 其實彼此的相處裡頭也許有些 就是當然有些甜蜜的部分 但是也有些就是溝通上的主力的部分 也有些彼此戒備受傷或者各種的體驗 但這些東西都很難就是被直接講出來 所以你用一種方式 他有點變成那種 我們稱之為就是戀愛形式的方程式的感覺 就是我創造這麼一個文字的這個容器 但是每一個讀的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的經驗擺進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要把它個人化 對 可是對我來講是充滿了疑惑 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太熟的人不適合作為師的讀者 好 沒有這個接下來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問你 為什麼你的書裡面要求要放注音符號 其實我大概那麼多的創作裡頭 大概只有兩本兩本詩集是用的注音符號 大概全世界只有在台灣文是用注音符號 在認識漢字的 所以我對注音符號當然是有一種非常奇怪的一種親切感 那我想到當初寫這些詩想要用注音符號來說 最主要是覺得我希望就是读到的人呢 他會重返當年透過注音符號 學習漢字或學習中文的時候的那種單純的感覺 對字的一種新鮮的感覺來重新看字 就因為我們每天都要看很多的字啊 讀報紙讀各種的雜誌等等的 其實我們對字已經喪失了那一種 像當初發現到它的時候那種新鮮感了 那我希望透過就是注音符號加在旁邊呢 就是能喚起大家就是 對字每個字都特別去珍惜它的那種感覺 很像小時候純真學習每一顆字的意義的時候 對像讀童話或者讀那時候的故事書的感覺一樣 那因為剛好我挑了這兩本詩集 就注音的詩集也都是屬於比較 它帶這種甜美的氛圍 但是當然我也必須承認就是用注音符號有個缺點 就在早年的時候他就把它放到童書部去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真的是太有趣了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羅某來我們節目 謝謝主持人